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多久 脖子转不过来 那你是往左边不能 不能转 转右边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 只能转一边 比如说你只能转右边 不能转左边 那你受伤的部位一定是在 左边的枕骨下沿为主 一定是在左边的枕骨下沿 所以只要懂把枕骨下沿按开 它就能转 我示范一下 来 你趴着 你一点一点感受看看 这一点痛不痛 这一点都不痛 脖子我试试看 这样不痛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一般都在枕骨 也让你们感受到 好 那你从第一点就再开始痛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再下来 这一点痛不痛 很痛 很痛对不对 好 第三点 这里痛不痛 好 第三点 这里痛不痛 第四点 这里是不是也痛 好 那表示说 它的枕骨每一点都痛 我现在重新按给你们看 那脖子要不要按不用 因为我按脖子第二点它就不痛 以下一定不痛 同理可证 这一边绝对没问题 所以它可以转这一边 没问题的可以转 但这一边有痛 它只要转过来 就会卡到这里 所以一定是在左边 不能转左边 一定是左边出问题 好 我现在帮你舒缓一下 好 你慢慢起来 差不多改善几层 改善六七层 一般如果有六七层 不要再按 一般只要有五层以上 就可以了 那这里就温敷 现在颈椎痛很久 然后它只能往这一边 而不能往这一边 所以这一边就不能按 这一边 那表示怎么样 它的问题都在这一边 而不在那一边 所以这一个方向转来 它反而更痛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以原始点 它的处理方法 转向不痛的 所以这个就 那转 记得它是用拨的 拨过去 这种不会伤 我最怕你们拿头来转 拿起来把它转过去 那这种拨是也是缓慢 那拨到这里它就在痛 那这个就不行 那这个就把它拨过去 那继续刚刚那个手法就可以 所以 它这里 要慢慢把它揉开 那我刚刚 因为它只要一靠 它就很痛 那这个绝对解不了症 那这个可能就要时间久一点 这样 那只要按一边就可以 另外一边不用按 以后你们遇到就知道 对 有一点痛而已 没有以前 我再问你 这一点痛不痛 一点 一点点 这里最痛 对不对 这里还好 这里也还好 这里呢 这里 这里还好 这里呢 好 它不是整骨最痛 它在 对 也就是颈椎 颈椎尤其下面那几点 你这里再痛对不对 对 这里再痛对不对 我这样慢慢就可以 可以揉进去 这个还是在颈椎 差不多第二点第三点的地方 那这里就不会 因为它是在颈椎 颈椎这种力量很大 你靠着 没有没有 慢慢让它起来 你不要转这一边 我建议你转向不痛彻 所以这一边不可以 对 就这样慢慢 对不对 好 那你再慢慢感觉看看 刚刚这样轻柔的按推 你现在感觉 对 转向不痛彻 看看这样有没有比较轻松的 有比刚刚松了对不对 不能一次把它搞定 然后再来 就不是说不能啦 你一定要有浅入深 现在还在表层 我们再来进一步 你趴着 你试试看 我从枕骨帮你找 这样会不会痛 不会 不会 这样也不会 这样也不大会对不对 有一点点 这里有一点点 这是枕骨最后一点 这一点会痛 因为羊躺也有做不到 比如说像第一点比较不容易做到 那这里比较靠颈椎反而容易做到 那再来 这一点不痛 这一点呢 有不痛 痛吗 不痛 不痛 不痛哦 不痛 这样呢 没有 这样也不痛啊 嗯 这里都不痛 嗯 好 好 那刚刚这样算有节症了 我再帮他找上背部啦 这一点痛不痛 不痛 这一点不痛哦 因为 这里刚好肩颈结合处 顺便帮他 诊断一下 肩颈结合处 这里也不痛对不对 嗯 这个也没有关系嘛 好 这一边应该也不会吧 好 好 那你现在哦 慢慢起来 嗯 起来头不要转动 你用手 撑着 整肌床 然后慢慢爬起来 然后不要转到痛的那一边去 慢慢再坐起来 慢慢再坐起来 坐起来 那脖子看看 感觉 先感觉看有没有松了一些 松很多呢 你稍微都转一下 稍微转一下 可以转比较后面呢 对 这一边不大人转 尽量不要转 我还是把刚刚那一段话讲一下 那现在哦 经过我们刚刚按推 测试 他不能 转向 这一边 右侧 但能转向左边 所以能转向左边 那我们头就稍微把它拨过去 他一定是伤在右边 那伤在右边 所以他不能往右边转 因为会卡住 卡住 所以 往右边 只要往右边他就会再伤一次 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 按推左边 把他的痛点 按开 按开 照理他应该就可以两边转 而不能转 那就是 除了他处体伤以外 还有一个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因为他从三叶 来过一次 到现在也十个月了 还没有好 照理应该是 患处体伤 肌力比较少 患处体伤 比如说我们脱臼啦 外伤啦 这种 才肌力比较高 所以他都是急性 他怎么过了十个月 已经都变慢性了 还在痛呢 那这时候 应该就要进一步问患者 他可能就是在转 比如说他转另外右边的时候会痛 然后他故意要去转他 每转一次 因为患处体伤 他又伤一次 每天这样对抗 所以他的伤 患处体伤 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你这十个月来 都是每天有这样一直测试 是吗 没有每天测试 只是说 打坐以前会做那个颈部的运动 是 往右转 往左转 上下还有转圆圈 转哪一边会痛的那一个动作 通通不能做 患处体伤他是这样的情形 那你越转就会越伤 所以他的情形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他每次打坐 他说都会左右边上下左右 然后还旋转 那有一些动作他是不能这样做 我这样讲解你已经了解了 谢谢 这些颈椎你只能转一边 只能转一边 转不痛的那一边 会痛的 不要再走 你只要这里温敷 慢慢会修 但是这里痛点今天有帮你解开 所以你比较松了 你应该比原来更松 可以转到这边了 对但是不要再急 不要再转 不要再转 他会比较好 但是他的患处体伤还在 怕他又再一次受伤 所以这时候你就加强温敷 好这两个案例 刚好一左一右 一个是向左侧他会痛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在左侧 那最后这一个 他不能向右转 所以他的问题一定是在右侧 那右侧以整骨为主 不过这一个患者最后这一个 比较严重 他刚开始志工帮他按的时候 轻轻用手放下去他就痛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让他 先不用害怕躺着 那躺着我用前头法 慢慢把他整骨下瘾还有颈椎 帮他按推松了 然后再来 可以趴的时候再叫他趴着 然后再手力量大一点 直接按整骨跟颈椎 那按完他有比较改善 但没有全部改善 那我的判断是已经 他前后已经持续十个月 还没有好 一般大部分时间那么久 多数他处体伤 急性才会患处体伤居多了 但是他还这样 所以我就怀疑 他可能生活中有很多 不该做的动作他常常做 那一问之下他就是 每次静坐的时候他都会去转头 那受伤的部位没有充分 获得休息也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比如说膝盖痛好 你按推有效 那这时候我们说 他的体伤是在他处 也就是在臀部 这时候我会鼓励患者爬了一步两阶 但刚开始爬他也会痛 膝盖感觉会痛 但爬等他臀部那个筋拉开了之后 他膝盖也就好 但如果你按推膝盖没有效 那个叫做患处体伤 也就是膝盖本身在动 那这时候就不能一步两阶了 所以我们的拉筋 或是做一些运动要看情况 他处体伤可以去跟他对抗 但是如果是患处体伤最好不要 那这个患者很明显 一边右边受伤 所以又有患处体伤 按完他还是很卡 根本还是很难转 是比较松一点 所以我还是建议像这样 尽量转向不痛彻 不能转向痛彻 那这个也提供给大家了解 以后只能转一边 不能转另外一边 那不能转的那一边 一定就是要按推的地方 好 那这个案例 我们就补充到这里